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台先生频道,我就是师妹 夫妻的世界到现在只剩最后两集的内容 第十四集结尾处 多金已经从善于娜得知,二人已经睡过一室 这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残忍的事实 之前的自信感在这一刻全部崩塌 会长夫妇俩非常担心女儿 可他什么也不愿意说,只好信息离开 当泰奥回到家后,多金并没有将这事藏着掖着 而是直接质问对方 家中知罪的泰奥完全忘了自己那一晚 主动向善于提议自己回到原家庭一事 他将所有的错都推给善于 说他是为了毁掉他,才会将这事告诉多金 而他自己却是清清白白李泰奥 这么做是为了赶走善于 自己只在乎多金一个人 赶走善于的方式有很多种 一定要选择和他睡这种方式 还妄想让多金相信 另一边,善于正在给君英解释 他和泰奥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就像君英偶尔会想念自己的父亲一样 他也时不时会想起和自己相伴多年的泰奥 但无论如何,他最重要的还是照顾好君英 让他拥有一个比自己好万倍的将来 学校里多半已经传开了偷窃的事情 君英不知该如何面对 于是,他主动向善于提议 离开高山市 就算见不到泰奥也无所谓 一日,多金看着泰奥那腿烫的模样 说出了让他怎么也不敢想的话 多金原谅了他这次的出轨行为 为了这个家,也为了他们的女儿 即便如此,他一些下意识抗拒泰奥接近自己的行为 还是暴露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泰奥来到善于家 想为自己前一晚冲动的行为 向君英道歉 但是君英已经下定决心 不再和泰奥有联系 便拒绝了他的道歉 泰奥再次将这事怪罪在善于身上 认为是他对君英说了什么话 才会让他改变态度 而对于善于将他俩的那一晚告诉多金一事 他则归结于善于依旧对他念念不忘 不过好在多金不像他一样 一次机会都不肯给 君英呢 他迟早也是会接回自己身边的 多金安插在泰奥身边的眼线 将两人看似暧昧 实则针锋相对的照片发给了多金 善于走向眼线 他知道这人一直都在跟踪泰奥 于是他通过眼线和会长约见了 他看得出会长从始至终 都不怎么满意自己的女婿 如果多金没有遇见这个男人的话 那么年纪并不大的他 此时多半是在从事自己梦想的职业 而不是在家相夫教子 会长夫妻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呢 因此为了女儿的真正幸福 他们和善于达成了某种协议 即便没有直接告诉观众 但是也不难看出 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让泰奥离开多金 会长夫人告诉多金 善于的房子已经挂在中介处出售 听说是要离开高山市了 然而挂动电话后 他却担忧地询问丈夫 你们这样做好吗 君英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他将同学们的东西交入诺尔 请他帮忙物归援助 并且传达他的歉意 诺尔一直那么关心君英的情况 是因为他喜欢君英 但是这份新意 君英只能回绝 多金跟着房屋中介 来到善于的房子里 他趁着中介不注意 翻看着丈夫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随意搁置了婚纱照 还残留着这对前夫妻的过去 听见逸琳的声音后 他本想策刻离开 却还是被对方发现 逸琳告诉多金 他要是不会那么轻易忘记善于的 即便他现在已经离开了这里 想必多金也并不知道 他要曾经多次向他询问 关于善于的一切 要是他不信的话 逸琳可以将监控录像给他看 听到这 多金再也无法强装阵地 仓皇逃走了 多金离开后 逸琳给了房屋中介一笔钱 善于和俊英已经搬到了新房子里 这边环境很不错 母子俩的心情也好了不少 俊英也不再像之前那样 对善于爱答不理 甚至主动提议 让善于去和异性接触 以前特别排斥 善于和润琪靠近 那是因为他觉得 润琪配不上自己的母亲 儿子的态度转变 让善于很是欣慰 他的生活 终于又开始往好多方向发展 然而就在此时 他接到了多金的电话 两个同事被泰奥伤害过的 女人深夜见面 除了因为泰奥 还能是因为什么呢 多金承诺 自己会说服泰奥 放弃抚养圈 而善于也要相对地放弃 泰奥支付抚养费 他不希望再看到 两人因孩子而继续牵扯下去 如果善于还是 执意要和泰奥见面的话 那么他便会以通奸的罪名 起诉善于 善于缓缓拿出手机 播放那首 泰奥向他求婚时的曲子 并回忆起当时的求婚词 他的语气很是温和 却一刀一刀地 扎在多金的心上 因为泰奥向他求婚时 演示这首歌和求婚词 这首曲子 并不是因为泰奥有多喜欢 才会用在两个女人身上 而是因为这首歌 从始至终 都是善于最喜欢的歌曲 他带着多金 来到他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家 将他穿过的衣服 用过的东西 以及婚纱罩 全部翻出来 他告诉多金 当他第一眼看见多金 卧室里的东西后 便看出来 那些全部都是自己的同款 多金此时还在试图自欺欺人 说不定这些东西 都是善于在去过他卧室之后 特意买的呢 善于将一本明显 有年代感的相册取出 里面有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 和多金此时的扮相非常相似 说得更直白一些 多金就像是他的替代品 以他年轻时的模样 和他要一起生活 他从来不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不然多金也不会替代他的位置 同样多金就能保证自己不被别人替代 泰奥不会在他们的女儿到军阴这个年纪时 重新找到一位20岁的善于吗 他还那么年轻 不必将自己的大好人生交由一个渣男 善于的话字字珠心 但是话操理不操 虽不重听 但不可否认 他的话没有错 这次多金不再选择原谅泰奥 终于清醒了他 在父母的帮助下彻底和泰奥断绝了关系 即便泰奥百般哀求 他也不会再心软 多金的离开 意味着泰奥失去了一切 紧锁的房门 冻结了银行卡 拒绝合作的投资人等等等等 他的婚姻 家庭 事业 在多金离开的那一刻 已经全部化作了泡沫 善于将一些现金丢在地上 等泰奥去酒店赞助 如果需要的话 他也可以提供资金 给他资金房 毕竟他是俊英的父亲 然而泰奥不仅没有感谢他 甚至大声斥责他的一切 他只好离开 王信泽的真相原理 随时弹道 嘴上说着不要善于的钱 实际上还不是在他走后 一张一张捡了起来 一个月后 善于再次回到了高山市 此时会长一家人早已离开了这 善于从民宿那得知 泰奥现在宛如一个废人 以前的意气风发早已消失不见 甚至为了酒钱和别人打架 最后一次得知关于他的消息 还是一周之前的事情了 和民书喊善完之后 善于回到了家 还是以前的那个家 从这也可以看出 当初他的房子出售 根本就是假的 是他和会长夫妻俩 约定好欺骗多金的谎言 之前依林给中介的那笔钱 便是报酬 奇怪的是 本该在家里待着的俊英 消失不见 手机也落在了家里 上发上放着一张纸条 纸条是他要留下的 而人也是他带走了 此题内容到此结束 下一集便是大结局了 想知道他要将军英带去了哪里吗 那小伙伴们可要记得关注 这趟先生频道 点击小铃铛 及时收到更新提醒 不错过下一期的精彩内容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